來到節目的第二部分 我們又多了一位嘉賓進來 就是馬玉生 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 遲了幾分鐘 所以現在才能進來 這個小馬哥 小馬哥就是我們社會民主連線的行政委員 兼副秘書長 我們現在社會民主連線會搞一個社青團 小馬哥是負責的 他今年只有27歲 都是年青 也是我們社民連的核心成員 今天小馬哥又上來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所以除了小馬哥之外 其實我們現場是年青到不得了 有個年青貌美的Angelo Hello 有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Jason 大家好 另外有兩位初中生 一位是Jason 不過姓司徒 我們通常都叫他司徒 另一位是阿希 你好 兩個初中生 一個大專生 一個年青貌美的少女 哈哈哈哈 一個小馬哥 小馬哥你剛剛上來 你都聽了一段 你覺得我們兩個小朋友怎樣 我這些叫老餅 其實 你退下來 我都跟他一起退一 不如考慮一下 當然不行 搞社青團 其實真的 你27歲 這麼快打算離開 你27歲 阿哥哥仔 你27歲就很難 你27歲 你知不知道 我帶你30年 有句說話 政治一天都嚴重 哈哈哈哈 即是幾年 真的很長 你還沒幫社民連坐牢 是啊 哈哈 要幫他 不夠多 不是 他說他還沒幫社民連 做議員 最少他先去選做區議員 這是很大的 然後有機會 做立法會議 上次小馬哥 在大圍那裡選 都拿到30%的選票 都不是很實禮 OK的 OK的 今天都要大家盡力 對著這個公民力量 那個 即是那些地膽 劉剛華的小馬哥 都拿超過30%的選票 這次拿多10% 搞定他的對手 你明白嗎 有機會 所以 開始補處了 現在要做的了 現在距離2011年 其實還有兩年 鬆一點 是啊 要努力 所以大家 要努力 兄弟們也要努力 所以希望小馬哥 在2011區議會選舉 可以幫社民連搶到一席 好 有沒有信心啊 兄弟 部署 都可以說部署 不要上陣才磨槍 現在已經要努力 其實小馬哥是很活躍的 他都在社民連裡面 做了很多事情 另外 他也是長毛的助理 所以有很多實戰經驗 我們今天年輕人 就在直播室裡 我這個老爺 就應該說少一點 是吧 喂 大Jason 是 你對自己未來和社民連 有什麼提法 其實如果對於社民連 有什麼提法 當然是希望 其實我們能夠 社民連 無論在我們自己本身規模上 還是在立法會選舉 議席上 都有進一步增加 其實之前都討論過 我們現在 由九月 我們當選了 到現在 都已經有半年了 我們已經有一次又一次的抗爭 其實我相信 都承你 動物理所說 其實 明白我們社民連理念 抗爭理念的人 都越來越多 我相信 大家都是時候去想 究竟這套政治理念適合他 如果是支持我們的話 當然我們歡迎他們 但是 如果不支持我們的人 我們都不希望 他們會抹黑我們 OK 這個觀念正不正確 哥哥 問問大哥哥 我是這樣看的 就是 由我們成立第一天 就是社民連成立第一天 就是我那時候還在黨 建議成立 這句說話很對 前面聽人說 你們的政黨 就是社民連 如果你們要爭取到 港大市民支持 不如就轉口味 就是迎合一下 各位市民的觀念 喂大哥 其實我們成立當初 我們說明我們是要做 貨真價實的反對派 最激進的左派的話 那你總是會被別人鞭魚 那就是你自己 自願站在這個邊緣 拉伏這個光譜的話 還是別人將你邊緣化 將你推在一個死角那裡呢 我們既然一向都要站在死角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 迎合大眾的口味呢 就是既然 其實現在香港的政治 是有未必 就是多數人都能夠接受 我們這個激進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無需要 四川菜繼續四川菜 是啊 你明白過這樣 真的明白了 馬時坑說我們是川菜 是啊 又說是川湖南菜 不如不要說這麼辣 總共這麼辣 不辣就不是我們 不辣就不是我們 不辣就不是寫文念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年輕人 都很清楚的 頭腦都 不用我們去洗腦的 有些人說我們教壞小孩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在香港整個政黨的政治光譜 自從寫文念成立之後 真是拉闊了一點 是不是 現在經過數場事件 民主派 就是主流派 民主黨和公民黨 就是公開高姿態去譴責這個寫文念 還有要求我們 我們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 去討論寫文念的行為 已經給公眾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區隔 就是大家看到寫文念 和公民黨和民主黨 是完全不同的 譚志強都說過 之前看著朱高正在打架的人 那些年輕人大了 是不是又出來砍油 他們打架開槍 不是的 又去批人 說這些是無謂的 教育應該是回家媽媽教的 如果看掌門的人 他拿那些什麼 拿那些 那些 忌廉來扔 忌廉 扔人在臉上 他的小孩真的有學 那些節目好像沒有加掌指引 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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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誠人情節 這些誠人情節 不過大家照看 當是合家歡節目 真的 有誠人情節 大哥 大家的兵包幫我們拙來拙去 大哥這樣 真的 拙來拙去 那些年輕人又照學 回去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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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對 神經病 真的 哪個教育的孩子 真是大家知道 不是 最好是找他們現身說法 是吧 好 問一下Jason 那我第一次扔招 你怎麼看 第一次扔招 我當然是白手叫好 不是 其實 我也是支持社民的理念 其實香港從80年代代議政制來到這一步 都已經苦無寸進 當然需要一些激進的聲音 去打入立法會 打破文化 對不對 就是讓人提醒一下 那些人也好 想一下也好 大哥 對不對 喂 你老爸怎麼樣 現在你和我們社民在一起 你老爸有什麼看法 好 好 好 自己發展 自己 你老爸有這麼多 說著說著 你跟著寫文 然後出去群懷一點 是吧 很簡單 對嗎 那些人越搞越蠢 那些人就想起來 就是公民黨 要洗腦 公民黨要不要洗腦 公民黨要不要洗腦 你都不會喜歡公民黨 看你的樣子 是吧 不會 那公民黨那些哥哥姐 你又有什麼評價 好